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培回在1800美元楼下 至于看起来市场供应紧张 都是支持旅价可以见13年高 首次触及每吨3000美元这个水平 至于同价方面就要由高位回落 因为同况工人就结束罢工 回到美国先了 市场仍然预期 联邦储备局将会在今年年底前 开始缩少买债计划的规模 美元汇价早段受到支持 美汇升到上个月27日以来之后的高位要转跌 最新落下了少少92.6这个位置 市场仍在等 今晚会公布的8月份消费物价指数CPI 到底升幅是否会放缓还是怎样 至于纽约的联储银行调查都显示 美国的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或三年的通胀预期 都是创了纪录新高 主要就说是受到楼价 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预期继续高企所影响到 至于美汇强的情况下 就视乎限制了一些金价的升幅 继续都是在1800美元楼下徘徊 暂时现货金1790点的利益落到去 至于非美货币都是偏远 例如留意一下欧元都连跌三天 欧元对美元曾经失手1.18水平 低见1.176百 见大约两个星期多些左右的低位 最新1.18左右 这个水平大家看住了 欧洲央行的执行委员都表示 假如通胀早过预期达到百分之二的目标 央行华会迅速回应回应 我们这一节的会市就请来嘉宾有梁韦文 韦文早晨 早晨 我们先说回美国 大家都在等CPI这个数据出路 如果这个数据出来是强劲的话 你觉得会不会移动到美汇 以及金价走势 我想先看上个星期 其实出了PPI的时候 确实见到美国十年的债息 因为PPI继续高企 所以有一个轻微上升的情况 今晚我相信CPI的数字 应该都会继续维持比较高 当然高到两种层次 第一种就是5%流上 其次就是会不会比上个月更加高 我想继续维持5%的机会是高的 但你说比上个月 可能会有些轻微放门的情况 都不出奇 或者即使没有放门也好 其实跟上个月比较 再大幅增加的情况 应该就未必会太大 最主要原因就是 看到一些商品的价钱 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 都开始有些从高位回落的情况 例如我们看到油价是这样 铜价是这样 铁矿石的价钱是这样 甚至农产品价钱也是这样 所以确实我相信 即使通胀继续维持高企也好 其实市场对通胀的担心 其实比前几个月前少了一点 原因就是看到一些商品的价钱 原材料的价钱 都开始见了个顶 或者叫做好似见了个顶 所以我想今晚出来的数字 我觉得就未必说 真的跟预期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债息 我觉得始终可能 都还有些上升的空间 因为始终当你的CPI 还是5%流上的时候 少不免投资市场都会担心 会不会推动联储局 是会有些提早收水的情况出现的 好的 我们再看看 欧欧行上个星期 不是说可能会减慢买债步伐 刚才有提到 另一个央行官员都开声 如果通胀早过预期的话 都会迅速回应 但是你觉得 为什么欧元这段时间 还是比较弱小一点呢 我想 早前 欧洲央行开完议试会之后 确实提出了 未来一季 真的会减少每个月 买债的金额 但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目 让市场知道 虽然之后 市场都透过欧洲央行官员 收到少少口风 就是说可能每个月 会降到600至700亿欧元这个水平 比之前大约是800亿 其实少了100至200亿一个月 但是当然这个消息 未能够证实 所以市场不知道 是否真的减100至200亿 其次就是说 我想对于整个欧洲央行来说 在议息会议之后 其实都给市场一个很明显的讯息 这次在未来三个月 减少买债的金额 不是一个收水的行动 代表了 不是持续在将来一段时间 都会继续减少买债金额 而且始终总规模 1.85万亿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 都不算很英派的 所以在议息会议之后 看到欧元方面 其实不是特别有什么支持的 所以我想短期 欧元也好 其他货币也好 我想那个焦点 或者观望 都会等到 今个月23号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 究竟联储局 有没有机会 今次的议息会议里面 给到什么暗示 或者明示大家 联储局什么时候 会开始收水 好 那部份都是要看实 市场都还关注原油需求方面 是不是都会受到风暴因素 持续紧张 油价都可以继续有得升 纽约旗油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继续可以站在70美元一桶上 最新已经去到70.7美元 石油輸出国组织 将今年第四季的全球原油需求 预测 调低11万桶 但留意 它是维持全年预测不变的 即是每日需求量 较去年可以高596万桶 至于明年的估计 疫情可以受到控制 需求会强劲复甦 将每日的需求增长预测 即是明年那个 由320万桶 上调到420万桶 至于其他商品都很强势 例如好像几耐亚的政变之后 市场担心风关持续 会令到铝供应紧张 支持着铝价 13年来首次触及每吨3千美元 高盛看所有商品短期都还可以升 花旗就将铝价一年目标 看到每吨3千2百美元 是不添加的 Wyman 问一下你 刚才提到铝价13年来首次碰3千美元 你看近期的基本金属的升势 有没有能持续下去 花旗说到3千2 你觉得这个空间多不多 我想能不能再上升 铝价都很看着 基内亚方面的政局的变化 最近看到铝价有接近10%的升势 其实都很来自市场担心 基内亚的政局的不稳 令到它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基内亚方面 都是铝方面一个主要的出口角 所以如果出口真的受到影响 当然价钱大幅飙升 是绝对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如果你说说全面的金属来说 我觉得最近又不算特别有很强势的 因为刚才也说了 例如铝价也好 铁矿石价钱也好 其实都已经在今年早前出现了高位 最近也有个明显的回吐 例如同价也有接近10%回吐 铁矿石价钱就更加夸张 有两成至三成回吐的情况 所以最近我不是特别很觉得 金属里真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上升动力 甚至我反而觉得 有部分的金属里可能在今年已经见了顶部 最主要原因就是之前 因为疫情后一些延后的需求 所以推动了突然间市场有很多一些需求出现 但这些延后的需求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消化了 所以很多鬼金属在过一年升了很多之后 要小心可能他们的顶部已经见了 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反复地有个向下的情况 好 留意着会不会有多有风险 看看人民币匯价就连续两天偏远 今早早高开之后回落的 曾经是重返回到6.45对1美元水平的 最新的又上回到6.4477的 威文娜想问一下你 恒大债务危机大家在关注中 你看多大程度影响投资者 特别是说外资对于内地企业债的信心 担不担心恒大变成另一个雷曼 我想恒大方面的财困 甚至最近市场很担心 它有违约甚至破产的情况 我想确实会影响到投资者 对国内一些企业债券的信心 尤其是相关一些内房公司的债券的信心 你看得到最近不少内房债券 都出现急跌的情况 背后都反映了 其实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是不断增加的 但是至于其他行业 我相信它影响暂时来说 都相对有限的 你说恒大的情况 如果最患的情况真的破产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行业 甚至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的金融的稳定 我觉得暂时来说 又未去到那么夸张 始终恒大方面欠落银行的一个 欠款其实不算一个很大很大 当然恒大的总债务很多 但是很多都是一些供应商的欠款 可能说的一些债券等等 所以你说牵涉到银行业 出现一个系统式 好像雷马一样 整个银行业出现一个很大的风险 我始终觉得暂时不需要担心 好的 但是恒大这个债务危机 我们都会继续这样关注着 亦都麻烦了Wyman和大家的分析 回事焦点我们先看到这里 来到二栋追击的环节 这一节我们讲下药股 有药名巨落2126 看看今天走势是怎样 低开1.5% 开报在$21的位置 跌穿了一条10天线 不过一开已经见了早段最低位 其后看到跌幅有收窄 一度回信跌了到9% 22.3% 暂时来说早段日中比较是最高的位置 现在来说最新跌幅就去到 债近1.2% 做着21.7%的水平 究竟未来的前景我们怎么判断呢 我和加班一起谈 我们继续有Jason Jason早安 阿瑞早安 早安 今天看到跌那么多 当然消息面也要说 有关CAP水秋水市 据保药名巨落股东的减持 涉及到配售2400多万股 每股的座价是$22至$23 套现$5亿多 我们如果是匹配一些盘前大手相板去看 试过有一单就是成交价$22.2 如果真的符合这单单的话 都贴近刚才说的 巨报的配售价的下限 意味着就是折养一成左右 怎样看这个减持消息 对于股价来说的影响性有多大 是的 今次见到这个股东 去到减持的2,000多万股 我查一下CAP 应该都基本上等于 它本身hold住股份数目 有机会做一个全数的减持 但是当然 看回这个股东本身hold住 这间公司股权的佔比 都是5%多 不是很大的股东 亦都未必是里面方面的一些 是营运者 所以你说可能纯粹一些 是基金股东做减持 我觉得未必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然如果你看回他 几个月之前他自己做那个批股 做那个集资 其实都是一些抽水的动作 如果你说短时间里面 有连续两次这些抽水行动 那对市场来说 都可能会有一些戒心 还有看到他这次本身 在定价上面都 好像你说的 他用一个摘扬 接近一成的幅度 来减持 某程度上都可能反映 他都觉得现时的估值 不是说算特别便宜 所以对于整个减持的看法 我觉得都是会有少少 是有少少负面的 像你所说 大家对于一些抽水 为什麽比较怕青一点 就害怕 那接下来究竟上一阵 是不是已经见了暂时的顶 我们看回的确是6月底 试过配股 期后一直插下去 去到大概是7月底的时候 即27日算是存定 但当其实是见了上市之后的低位 就15.5 昨天我们看到月头来说 若明俱乐就有少少回升上去 就轻轻就比100天线的位置 之后就疾住了 今天就有个的减持消息 更加是打到退下去了 那究竟短期来说 你说负面一点 那形势是否过前一阵的升浪 都暂时是高中了 当然就不可以说 纯粹讲一个减持因素 就等同整个股价 就完全是没有起息 一定是会继续跌 因为始终影响估计因素有很多 当中有些股东减持 或者抽水 只是其中之一 但当然如果你看回对上一次经验 就的确是做了一个配股 集资之后 那个股价由32元左右 就一跌 跌到最低都接近15个多 但这段时间又不是说只是去跌的 你看到很多其他的B仔股 那些药股 或者整个市都做得不好 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是值得参考 但就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说因为有人减持 就等于股价一定会很残 的确实 市况就前排比较差 说到我们腰斩股 都不仅是他这一只 既然说到这样 我们要多看一点 究竟基本面怎么看 若名俱乐 仍然是未撕掉B字尾 代表我们看到上一次的业绩报表 它是未有营业额的 先说一点它的背景 这间公司当然又是药名系 做一些细胞免疫的治疗研发商 专做抗癌药那一段时间 刚才说到股价好像好一点 就因为它产品的消息比较多 包括它治疗淋巴柳的注射液 是获得国家的药监局去批准上市 这个是内地第一个 一类生物製品卡丁的产品尝试 卡丁我们经常说 比较上是现在兴起的抗癌治疗法之一 另外上个月的时候 公司都说到留意到 当局对于它治疗淋巴柳的药 Relmercell的新药申请 仍然是审批中 有点好像停了 未有最新的动动 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是他们认定的核心候选的产品 相信接下来的进展 都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会和政府去积极沟通 说了这么多 都想先问Jason 究竟它现在的产品 是否可以呢 看回他刚刚获批这个卡丁产品 当然都是在一些临巴柳方面的患者上面 可以做一个注射 在那个審批上面 今次也看到是属于第二款的 应该是 就是国内第二款的 靶向的卡丁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属于公司 第一个商业化的药物 但是问题是你刚刚做一个获批 未来当然就会可以推出市场去到销售 照计就会得到一个收入的 但是究竟你说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靠这款药 赚到很多钱呢 仍然都是一个观望的地方 因为他们公司自己管理层都有看 就说本身这一类型的卡丁产品 在那个成本方面都是相当之高的 就是生产上来都不是那么容易 即使你说现在做到商业化了 推出市场了 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是负担到呢 他们未来都还是要跟可能 国家医保啊 或者其他的商业保险那边 做一个谈谈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将这一款的产品 可以纳入在那个补偿名单里面 否则的话 基本上可能全国大部分的人民 都未必有足够的负担能力 可以用到这种药物的 所以你说这种药物出来 有几大需求 或者将来在那个盈利能力上做成什么呢 都还是有很多的变数 所以暂时来讲 当然你说比起它之前 一只的药物都没有获派 完全没有收入 到现在起码有一只出到来 未来会有初步收入 一定是有个进步的 但是这个进步 足不足以令到股价 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或者回升 这个我自己还是有些保留的 就是担心在于关键 它的疗法成本会不会贵呢 像你说的前段 高盛瑞银那些都调低了 药明巨落的目标价 介乎35.46至38.3的水平 包括什么 刚才高盛提醒主要风险 就是它的治疗费用 比较上是过高 亦都可能影响到病人用药的渗透量 这么贵是否真的大家负荷到呢 瑞银就认为 刚才说到Ramasell还未批 短期之内应该OK的 这个会成为短线的催化剂 另外又说到因为药明巨落 正在推进商业的保险伙伴计划 相信可以令到病人可以负担到的 还有30秒的时间 想问回Jason你 刚才大行的理据 都是一半好一半不好的 你又觉得有货没货 整个部署应该怎么做 这只股份我在部署上面没有太多意见 毕竟我对于这一堆B仔股本身的研究 不是说太多 只凭刚刚提过这些所谓的表面因素 就很难说断定股价怎么走 而且始终新药来到什么时候批 批了之后有多少人用呢 变数都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这只股份 对于我来说就没什么特别意见 但如果你说上线看走势来说 就看回近些半年 都是不断有一个向下走的一个行程 是 暂时来说都是跌幅去到一成一这么多 做着21.8的位置 谢谢Jason和我们分析 我们稍后一会 一节情景消息的时间 有调查映示 本港雇主对下季的招聘异欲有改善 人力资源顾问Manpower 访问本港167名雇主 有两成半表示 未来一季有二增平人手 表示会缩减人手的有一成七 五成八雇主维持人手不变 调查机构表示 本港疫情受控、经济复苏 各行业的招聘异欲趋向平稳发展 特别是批发和零售业 在电子消费券大动 加上节日章节 企业拼请多些散工应付需求 但旅游业的招聘前景仍然低迷 若名巨落被股东减持 股价低开一成四 报二十一元 之后跌幅曾经收窄 销售文件显示 若名巨落两名股东 全数出售持股 彭博报道 股份开市前 录得大手交易 涉及2430万股 每股作价22.2 较星期一收市折养近一成 接近配售价范围下限 推算套现近5.4亿 恒指最新的情况 换卖是跌19点 报25793点 工商指数向上 总成加有623亿多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今天节目时间了 这次有Jason 一起跟进大市最新的情况 Jason你好 刚才跟我们谈谈指数 今天先是高开到13点 最多时是轻升86点 不过也有倒跌过177点 成家暂时非常安压 只有633亿多 我们看半天 最新的A股焦点 A股看到也做到得开高走 部分的指数领跑就是赛板指数 周期股回落下来 不过医药股找得回用 人行连续10日都做8亿亿回购 凌德时代135亿日文币 在一个锂电池的基地 今天一些新能源锂电 概念股通通炒起 石油股都做好 医药股回涌 不过煤炭钢这类的股份 就要露一下 文哲晨和我们看看最新的大事情况 看到上天又交了几百点出来 今天就没有方向了 成交还很淡静 不过是否都好在呢 不用再跌多些了 不用再跌多些了 昨天看到在低位那里 下午在金融股大领之下 有个不错的反弹 虽然你说还是跌四百点 但其实那个相比六百点之下 其实有两百多点反复 其实你见到现在的市 我想都不是很有信心 现在看到就是 势还是会再次下跌跪的 今天就没有跌穿昨天 当然大家都希望在20天线附近 这些位置就整固一下 上面就 我觉得整个25000至27000 这个徘徊区间 是短时间内都打破不了的 反而就是我们之前 就站稳了20天线流上 挑战50天线 现在如果在20天线里 已经站住的话 其实反而是个好消息来的 如果再挑战50天线 破到的话 其实就可以确认到 整个大小已经转了 开始反复向上架局了 当然这两天跌 投资者的信心不是很足够 的确是这两天 我想成交势都代表 投资者仍在观望的态度 就会多的 好了 是不是要再向下探 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 又不能掉以轻心了 向下探 就是我看205 你可能都是几百点的波幅 当然 如果炒这个波幅区间 你现在七八点的波幅 其实都很多的 所以 其实你见到一个势一落 你很多短线 有得获利的 其实都先行获利的 我想就先不要太过详情 好 留意北水最新的情况 先看看北水帮不帮手 看到北水最新都有少少症流入 不过金额不算很显著 护通流入1亿多 深护通流入3亿多 暂时到5亿多 跟进一下A股各个指数最新的情况 看到上证 咬腰升到1点 深淨升到92点 脱卫板指数升超过2% 升到67点 护心收益指数在轻偏远跌0.2% 今天各个板块 看到钱一旗旗炒 之前炒资源股 我们每天都数了不少板块 今天是医药和理念次回用 看到医药研发外包股份 H股都做得不错 普遍都可以再扩大升幅 看到药美康德 可能化成 贷格都升超过4% 贷格都升到超过1个月的高位 问一下Jackson 这个板块 之前担心调控 说明教育、科技和医药 就是来到政策的重点 不过一直都没什么具体的消息落地 是 没错 这个会不会也都消除了戒心 资金是时候重新进场了 我记得上个礼拜 都有提过 就是这些CIO的股份 其实就当没有政策的细节出来 不代表就完全没有的 所以你见到他们的反弹 都不是很明显 但部分的好像太格那些 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反弹 已经是走得挺好的 我想就迟早都会有些政策出来 只是问题就是强硬些 还是没那么强硬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的股值 也不是太贵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短线 好像刚才提过 都是打算做短炒的 其实CIO那些 其实现在都有机会 是资金成为短线 有个所谓叫少少白质力的反方 好 我们选股那方面 应该怎么选择 泰格就看到走势走得不错 向上重新突破 消息面那方面又不算有什么特别的利好 不过会不会现在 都开始找回之前业绩公布 其实做得挺好的股份 资金又重新进场了 就这样看了 有没有力挑战之前高位 我想之前整个高位 我觉得是未必那么快的 但是你说上去高一点 大概180元附近的位置 我觉得都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都近了 166元 其实最近都有130多元的位置反弹 所以其实反而 现在变成了他做领头羊 如果他真的碰到180元附近的位置 那我建议就是投资者 未必一定是要高追的 当然短线其实他都是最有爆炸力的股份 然后再看下龙头2269 都还是慢一点的 跟着其他那些23线那些 都有机会追下落后的 所以整个反法 现在可能是短线的操作较为清晰一点的 有没有说怎样选择 药明是今天当然消息 药明巨落有个配股的消息 其他的药明生物就叫做稍微落后 会升到2% 还有康隆化成药明康德泰格 这几只就升得最好 有没有说有些什么心水 那当然药明生物 一向都是龙头 其实就会较为安全一点 但是康隆化成药明康德那些 其实我觉得都会是好的 跟泰格的质素差不多 超显我本身认识少一点 所以其实就投资者 既然有得选择的话 可能这四只可能会较好一点 好 留意 头三只 今天都突破一个月高位 其实去到七月尾时候的位置 暂时的板块叫做做得不错 另一个板块去看一些油股 昨晚都看到油价上升到六个星期高 而且油组上调出现原油需求 现在去到2022年 他们看全球原油需求去到1.008亿桶 其中原因就是燃料消费上升 高应中断再推高油价 高盛看好大宗商品负存高级 油价现在有得升 乐观情况他说再挑战80美金一桶 都有可能 看一看油股最新的情况 石油石化A股今天都做得不错 上石化升到一成升停 中石油A股升到8% 另外中石化A股都升超过4% 看看H股 Jason之前主力推中海油 看到中海油最新升1% 其实跑出都是857 如何看整体气氛是乐观的 如果真的没有病毒 再变长去打断需求复苏的话 油价是否会先走一个 中长期的趋势呢 其实中长期走的趋势 自从见了负数之后 油价一直走得很平稳 早两个月跌过去60元 50多元60元附近的位置 很快已经上回来 其实走势都似是继续向上的 我都不排除年底 但有机会点80元这些位置 不期的 但企稳80元留下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因为疫情的走势是怎样的 还有需求是否真的复原得那么快呢 因为现在油价有少少 其实已经走前了整个经济体系 还有就是factor in 了很多所谓的 所谓的油组减餐那些事件 但我都觉得不是那么容易下去的 所以为什么资源股份呢 其实普遍来说应该还是会受惠的 因为其实其他大宗商品 其实都继续持续向上的 所以整天大趋势 其实要整个油价突破80元 可能是夏年的事了 当然现在还有三个多月 不敢说但我觉得始终油价 今年其实它升幅不少的 来到这些位置我觉得是高位整固 就不会有很大的下跌风险 好 那我们有没有说石油石化股呢 看好除了石油股之外 有没有说这些石化股都可以选得过了 石化股其实真的很难选择的 因为你除了这种石化呢 它够便宜 还有它就会做得平均一些 其他那些就真的很等整个板块 要升了上去 它们先肯追落后的 反而那些油服股份呢 那我就经常说那些油服股份 就像是石油股的波论来的 那当你的石油股份呢 升得很厉害 和那些油价仍在高位那里 那它们的contract 就会很赚钱的了 那它随时有可能一两季 突然间就会变得盈利很高的 所以你见到每一次都升到尾段 不要说尾段 那些石油股份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那些石油的服务股份 其实就开始会追落后的了 那所以其实反而想着短炒的话 那些油服股份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们看看3337最新的走势 那些都叫做沉迟了很久的一个品种 最新升升成一乘七 那叫不叫做短炒的话 那就可以在这些股份里面选择了 是的 如果你今天才追 其实几只都是的 一二五一那些 都是今天这样爆升上去的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可能是短线炒几天 那接着又要停一轮的了 那我建议这些股份 通常成交都缩的话 就要走人 那赢人赢都走 第二就是 你这些短炒的操作 可能是由高位到 你买了跌7-10% 那你就要止蚀了 那你就跌20-25% 就是这样的位置 好 其实不少街行观众都有的 是 因为它就是之前 跟油价可能还贴过 883 是的 如果没有货的观众 其实是否适合 现在 它开始挑战着 上个顶部位置 才进场 丁云市迟了 应该今天它挑战过 现在暂时未期 在之前的顶部 楼上 那当然 我都是挑战 883 但是857 完全是一只好股 它的股值不贵 还有之前那几年 经过那麽多人事变动之后 现在开始就慢慢做好一点 还有它旗下都有天然气热霧 所以其实它可能 现在看来就 不是只单一 那就安全一点 又有上游 又有中游 又有下游 我建议如果持有 就继续持有 没有货 我建议就 等一等先 如果它今天真的在这些位置 收到的话 就以3.7 这些位置作为入市位 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些位置 就顶住 那你买到的话 接着就跌穿这些位置 就止蚀 就是当短炒部署 然后拼它一路创新高 有股今天都有帮忙 限制着大市跌幅 我们看煤炭股 周期股今天就要回一回 煤炭A股普遍都要跌 消息方面 云南省的煤和铝 现在就要限产 山西焦煤 陝西黑猫都跌回6-4% 中国神华中煤能源A股 就跌1% 看H股最新的情况 H股最新煤炭股都要向下 不过真的跌不多 现在是不是大涨小回格局 就在盘整 大涨小回 其实几个概念 就令到大众商品 或者这些能源 或者资源股份 就继续做好 当然最大的前提就是 碳中和 碳中和 理论上就是限制他们的生产 但是也是剁了很多 小的煤公司 其实他们的竞争就少了 就变成了 由他们几家大的公司 一支独大 他们又定价拳 而且毛利又拉开了 而且其实现在开始慢慢清洁 他们又有规模 所以未来一两年 他们的生意应该都OK 但是中线或者长线 他们就未必有expansion 只是靠食回一些小的份颜 所以我想今年到年尾的话 他们应该还是会保持强势 留意煤炭股 期货价格会不会再有波动 这节先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帮助家庭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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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情况 临近中午收闪 指数继续都不算很有方向 最新行指跌至28点 做25785点 各个指数都向下 总成交664亿多 我们看十大活跃股份最新情况 腾上控股表现比较反复 最新到升升4号指 美团跌0.9% 凌负基金跌2 比亚迪股份升3% 阿里巴巴跌1.7% 看看楼子10位的情况 港交所升到1% 中和平安跌1% 快手升2% 小米集团暂时没有升跌 若明升超过3% 升幅扩大了些 看看蓝筹股的情况 蓝筹方面 匯豐控股和友邦各别走 匯豐控股都是偏远跌3号指 友邦升到0.9% 中移动和煤气偏远 但港交所做得不错 升超过1% 最新有向上突破 我们听听一下家庭观众 电话有位陈小姐在这里 陈小姐Hello 你好 你好陈小姐 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 匯豐45元入了大量 不知道情况 我应该拿是怎样 入了大量 衰质就暂时账面要虧 不过起码这段 40元暂时没有穿过 这些位置觉得搜得稳不稳 你可以45元买入 拿着收息行不行 最近未必一定要收到40元 不过我觉得在38元附近的位置 应该都站得住 当然它上次由30元附近 就升到50元 跟着现在下来 主要都是因为 为什么开始下来呢 就是因为 美国加息的步伐就减慢了 你见到10年期的债息跌下来 他们很需要这些息叉 来帮保他们的收入 当然它之前升了上去 除了息叉之外 另外一样东西 其实他们都会加回这个牌息 但是现在全球经济 又好像被变种病毒困扰着 又变了回到之前的问题 我觉得未必40元 最近会收得住 所以我建议你收手 你入了大量的话 其实都打算是收息的 他现在每个人都给你息利 可能都迟些会拍三四厘 甚至乎再加回之后 正常就变了五厘以上 所以我建议你收手 在这些位置的确是 如果你真的打算是收息的话 就可以的 但是如果打算是 它会爆上去的话 和你没有其他的股份的话 如果有机会反大的话 你可能要退出一点 就是要分散自己的主意 好 可能都是要看住马 做个部署 45元买 看看有没有办法 回家送一送出来 我们还有位朱小姐在这里 朱小姐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朱小姐想问什么 朱小姐你好 我买1661元 就买了交易所的 380元 我想问一下 现在地戶好 还是有没有上网空间 或者指示有个要是这样的 是的 今天国交所都做得不错 看到回到整个月的高位了 他就站得好稳 这500元 见不见到做 前景来说 都做得不错的 460元买其实可以拿到股 上个星期给北京交易所 就下一个下一个下去的 但是你看到 他都很快上回去 现在未来一两年 其实那个上市的公司 应该不少的 还有现在中美那边 其实就应该不会说 大部分公司 不会交到美国上市的了 北京交易所那里 影响多大又未知 我觉得都是维持 其实300元都是 所谓叫做政策 那个封口位 其实我觉得 今次有机会是 530元附近的位置 所以其实 你等多一两天 如果接近530元的位置 我建议可以想想成功 让它落下480元的位置 才买回 好 留意 讲到所就叫做 分阶段做部署了 留意 今天做得不错 升到超过百分之一 都有份帮帮的市 看看科技股最新的情况 美团被非执董减持 权益披露显示 而非执董审男朋友 上星期二和星期三都有减持 平均价259元和265元 套了4亿多出来 比例持股下降0.03% 到5.79% 科技股走势有些分化 阿里巴巴美团 比例比例就要向下 其余做法好些 升得比较多 又快手同京都健康 最新升到超过2% 科技股就叫做 受到很多的惊吓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出台 现在是否还是消化阶段 消化阶段 但你见到消息就越来越清晰 将来是如何规管 但其实部分龙头 好像是腾讯低 其实相对硬正 当然阿里巴巴有特别的负面消息 我觉得如果你说阿里巴巴的位置 我觉得这些位置都不是贵的 只是问题就是 现在等的细节尽量出来 每一次出细节 大家都看到又是这样 就令到股价有负面影响 但我觉得很快 应该到年尾 细节都出了 到时科技股份 应该有机会有多好的反弹 现在股值是便宜的 但当然如果细节出来 还是越来越辣的话 其实都可能会 对它们的股价进一步 负面影响 所以我建议就是 现在可能是 如果没有货的话 可以尽量买一些龙头 如果有货的话 可以等一两个月 等它们的细节出来 才会再交货 好 我们看看个别大行 如何评价 最初是调低了阿里巴巴的目标价 由233元降到225元 评级为此 跑赢大使主要是看好内地电商增长 放慢 不过直播电商 2023年之前 年年可以有年均复合增长七成 市场规模可望达到4.7万亿人民币 渗透率升到2.7成为主流之一 但当中以抖音市占率跑赢 意味阿里巴巴会面对更大的竞争 而且初期盈利能力 较传统淘宝平台为低 和我们说说九九八八 但之前弹的时候 幅度没有其他科技股很多 现在又深陷外电引述消息 可能分拆支付宝 或者借堤母都要拆出来 蚂蚁集团方面 阿里巴巴最新都要跌1% 是不是他的反弹力度 前景都差那些 是 因为就很多所谓叫做不明朗因素 如果投资者都有用过淘宝 以前和现在已经差了一点 因为以前他们全部都是 他们所谓的垄断 包括支付物流 全部他们说了事 但那个体现其实是很好的 一炮一炮就所有东西都做了 但现在又要选择这一样 但其实这个也是所谓叫做 公平竞争来的 但第二天他怎样将他的东西拆出来 其实都是要等回所有政策出来 所以现在他是处于一个较不利的位置 但我觉得他的股价就不是贵的 所以投资者买了 所以唯有先等下 好 那我们看看另一只 彈得比较好些就是快手 瑞信是首次给予快手 跑赢大市的评级 目标价是135元 即是那百元 虽然认为快手 投资增强内容 提升组织结构 这些都会开始见效 第三季每月的药用户升到 百分之二 预计下半年用户增长 还有得加快 参与程度过去一年都有改善 看好今年到后年 每日的活跃用户达到3.1亿 3.3和3.6亿 而且在快手变演程度较同业保守 相信电商交易额 2023年前可以到1亿 年均增长有3.9亿 虽然是有监管 不过认为快手数据和政府关系不大 影响会小一点 还有股价回调了很多 反映了负面的因素 现在都有大航已看到百多元 在楼上 而且最近北瑞都很支持是快手的 所以他都叫做站得稳一百元 怎样看未来的前景 这几十元水位博不博好呢 他之前一直下跌 建议投资者让他转势 怎样为之转势 现在看下去 他突破了二十天线 站在上面就叫做突破了 我建议都可以继续看好的 这两天接近五十天线 有少讨计 一行山之数碰到五十天线 这几天都是上升的 但是成交是缩得很快的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我觉得短线 可能投资者要等一等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这两天还站着 十天线流上 这些位置才再部署 但overall 来说 他突破了二十天线 我就叫做转势 虽然那个技术上 就不上去 好美 因为成交熟了 但我建议投资者 你这些位置追 打算是缩短炒也好 中线也好 我觉得是可以直缩的 如果跌穿到二十天线 就止蝕 现在二十天线应该 都是在九十多元附近的位置 目标就是看他上去 破多年五十天线 就是大概一百六十元附近的位置 好我们还有张小姐等着我们 张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想问是什么 想问是什么 想问是京东夹全 九六一八 是 我都挺高的 三百六十元买的 我想看一下 如果我加注 行不行 还是继续等的呢 加注呢 我就觉得 不要加注 因为他第一 反弹了一段 第二 我都会想等他 如果他有机会 那些华人消息 他没有跌穿三百元 或者下三百元 那些时间 才再加注 也要看一下你的注码 之前买的多不多 阿里巴巴受到监管 京东其实是好处的 因为他本身的支付平台 或者其他那些 就没有说受到政府 就是说得太严重的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 如果要分拆某些东西的话 其实到京东 都有机会 可能要被人开刀 到底他支付 是不是一定要用腾讯呢 那说其他那些行不行呢 所以其实 这个他都有个风险 所以我建议 近乎他反弹得这么多 那你可能要这个反弹 要等一等他 下去三百元附近的位置 站住呢 才想想再加注上去 好了 看看京东最新 升到百分之一 其实这段时间也算是做得不错 在这些位置就整股了 我们讲明天的财经焦点 内地明天将会公布 上个月的楼价指数 工业、零售和固头 增长会不会再一步放缓 明天请来中信银行的经济师卓良 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看看恒指中收 只是跌12点 今天高低波幅280点 转跌 工商指数有得靠稳 成交非常淡静 只有六百八十三亿多 谢谢Jackson和我们的分析 先聊到这里 稍后总结一下上午表现 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打电话 有了 好 再次 到这里 今天五港股表现比较拉锯一点 总结半天市况高开之后曾经升过86点 但很快就到跌了 最低跌过25636 跌过177点 主要是新经济股、内房股、内银股都有份拖着市 今天整体回跌幅度收窄下跌了12点 还有25800点 资源股有石油股,逆市可以靠找到 总成交类至683亿多,显着放缓了 交头也静一点 继续看看期指表现 9月份跌了38点 去到25747点 总成交有62000多张 至于最会有港股的情况是怎样 一起看看 今天腾讯要靠找回买升8毫子 美团跌回4 盈股基金跌回2个先 比亚迪抽升4%到266.8 阿里巴巴回3 港交所升7元 上回515元 继续平安跌7毫子 快手升过9小米 升5的先 若名生物升3.4 上到118 看看其他蓝筹股的表现 今天汇空跌回3毫子 有保险升6毫 半五中移动跌回1毫 港交所升7元 煤气是跌4%的 后市怎么看呢 请来李习永和大家分析一下 Hello Allen 你好 Hello 罗永 今天报活约榜 蓝筹股大家都感受到 蓝筹股都是乘幅上落 似乎市况仍在找方向 今天最高仍在25,900 还要交投的缩减 市场气氛是否仍在报官网 难点有突破 现在发现市场多了几个负面因素 令市场忧虑的因素存在 所以投资者在这个位置 都是以官网为主 多了两个打扰官网因素 第一个和美国有点关系 因为见到美国民主党那边 都酝酿加税的法案 如果真的通过的话 其实大家都担心 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 其实有机会受到影响 这直接影响到上游的原材料 或者油价 其实未来的走势 第二个和内地的恒大 因为它的债务问题 似乎有一个加速恶化的跡掌 因为昨天我相信 内地很多的批准群 或者很多网上 都在传他们的理财产品 买了一些理财产品的用户 其实在恒大总部 或者恒大物业附近的位置 就是有些违权的事件 这个情况如果没有办法 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其实大家都担心 会蔓延到其他金融机构 无论银行 或者是保险 或者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 身上 这个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震荡 会比较大些 两个因素 暂时还未回来 还未确定走向之前 大家投资都是倾向观望的 除了部分的板块 大家较为有信心 可能最近上游资源相关那些 或者新能源相关那些 或者是科技 或者是牵涉到核心技术相关那些 例如上游的操控晶片 那类相关的板块 大家比较有信心 就是趁低 或者趁回调 就是愿意买入之外 其他的板块 大家的态度 都稍微谨慎少少少 最多跌得多的时候 可能入场迫迫迫技术反弹 好啊 所以固住 始终25,500 26,500 这个水平上落 既然指数 也不是太大方向 板块有没有机会 立刻看看半日当炒板块 油股这下帅子 因为油价升到六个星期 除了巨峰 美国那边 就是吹集一些油设施 大家觉得 恢复程度慢一点之外 第二就是 OPEC 油早方面 调升明年 油价预测 当然 第四季 就是 那个需求 它的增长预测 都下调了 明年的油需求 增长 它是调升的 油价到70美金流上 亚洲交易时段 继续都是强的 问回Alan 始终油价上升 但是中石油 这些都跑出了一段 升幅5% 而且它还有天然气的概念 短期来说 你看油价 上网空间有多少 油股 特别是三桶油 又反映了多少 油价 因为之前 OPEC 和非OPEC 其实有一个 增弹协议存在 所以 其实 油价尤其是 WTI 未来一段时间 大家担心 美国业有盐气 逐步会再推翻出来 所以 油价要突破之前高位 例如WTI 突破75美元 这些位置 稍微有些困难 所以 这一步 可能有美国巨峰 或者短期 库存下降 这些因素 可能推到72元 这些位置 虽然 油价未破之前的顶部 但是 你看到中石油 其实已经接近 上一转油价高位 那个股价 这次股价有一个突破 机会比上市更大 因为 除了油价上升因素之外 我们也见到 其实 中国 最近几个月 那个石油的 净入口量 其实按年是大升 在这个背景底下 其实是挺有利 就是 挺有利 上上油 或者重置入口的中石油 但是 天然气 那方面 可能对中石油来说 是一个变数 大家开始关注 对它的影响 你看到欧洲的天然气 其实价格已经创出 7月以来的新高 再加上 其实临近冬季 如果这个冬季 是如常地冷的话 其实天然气的需求 其实会有所增加 上油的价格 可能会再一步提升 中石油 因为它自己产天然气的量 就比较低 大部分都是靠入口 就是和俄 俄罗斯 或者中亚的地区入口 合约定名 其实如果国际的天然气 上升的话 其实它的成本是有机会增加的 可能未来对它来到稍微有少少 理淡的因素存在 但短线我相信 有机会是升多一两 或者升多这一阵 突破之前的高位的机会 我认为是大的 嗯 好啊 不过75美元 纽约旗油这个 就比较关键的位置 是不是就叶岩油 是不是会增加产量呢 你们看醒了 都可能75美元的升穿有难度 如果三桶油 可能再升多一阵 油田服务股 今天有阵安东油田服务3337 都追回上来 升幅1乘7 其他油商关股 小小粒 比如巨图海洋石油服务13303 亦都是急升成一成六 究竟是看他们的热武 还是追落口这些因素呢 我想追落口的机会大 因为油价也好 或者你见到油股也好 三桶都已经升了一段时间了 你发觉那些油服股 其实长期都不动的 突然间今天 其实见到油价都还要升 中石油又接近之前 高位好像有少贵 所以大家一起追追一些油服股 因为本身油服股 其实体量就小 本身的成交就疏落 所以小小资金追入 都会导致它一个很大的升幅 但是你说油服股 是不是还好像以前那样 长炒长油呢 其实真的比较困难 因为整体环球石油的需求量 其实在下降 一来就是经济的增长 未必预计的那么好 第二就是有些新能源出现的挑战 所以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看好 油服股一个很长远的发展 所以对于油服股来到说 偶尔有一个大幅的反弹 其实都是一个可以获利的机会 嗯 好啊 这些反围是 弹了要走 就不是抠的时候 追落后的因素 比较多些 玩的话 不如选择三桶油 稳妥一点 好 还有另一个板块 要请教Alan 就是B仔股 今天看到矮监中五 不少都抽升 不过不是每个都有因素 例如加科斯在1167 升幅都有7% 去到21.45% 但是交头都比较疏落 至于康宁结税 9966 将会公布肝癌的联合疗效研究结果 今天来说又再升到接近6% 其他启明医疗 科制药业这些升幅4-5%不等 就是选择一些有消息出的 还是怎样好呢 你知道他们一向波幅大一点 其实这下的B仔股 就真的很难炒的 因为除了个别有些理好因素之外 整体上 其实你见到它的股值 都是受压的 因为大部分的趋势 都是向下为主 包括CRO CXO 这类无论是药不药名 或者其他CRO 其实你见到趋势 都很难 好像以前那样持续上升 现在医药股 尤其是B仔股 或者重置硬性研发 或者重置卡 重置卡T PD-1 PD-L1 那类研发的一些B仔股 其实都面临着监管的问题 以及之前的确内地相关的项目 有了太多 现在好像未来几年 同时推出市面 似乎利润 受到集币采购的因素影响 也未如之前那样好 所以很多的B仔股 整体来看 大部分都是中间可能薄薄反弹 然后就是一个获利的机会 除非有个别 其实它的药物研发的前景 是特别好 例如有部分是从事一些 例如新冠疫苗 或者新冠治疗的特效药 那几种未来前景是特别看好之外 其他的B仔股 包括CRO、CXO那类 我相信都会有 比较中长段时间 就作为调整 好啊 不过今天 说真的 就算疫苗股 都是很个别发展 比较难些捉路 至于CRO 刚才Ellen也有提及 短暂来说 今天来说都是有升势 升幅2-5%不等 大家记忆犹新 就是之前被受政策影响 所以你都说 现在都比较难炒 不如大家观望 今天阳明康得升幅4% 感谢Ellen的分析 你有没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是 都没有持有的 好 麻烦你了 一会儿12点9再见 好 c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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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